老子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 这个他的实际上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 可以为孔子之师的 而且我想讲的就是老子这部书 其实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绝经 比较夸张的话 是个集体智慧绝经 我们认为老子这个书五千言 都是所谓的格言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里面说 他当时要出关 见舟之衰 你看他这个孔子基本上儒家是说 这个道之不行以知之矣 但是我就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要努力去做 知道这个没办法拯救 但我还要去努力去做 老子就不是的 老子这个道家人物 他一看见舟之衰 看到舟已经完蛋了 不行了 然后他就走了 自己就跑了 起了个牛就出关了 出关了 然后出关那个官令引喜 这个你看很多争论 到底是叫什么 这个人不知道 反正时间里面记得 就叫 到底应该怎么读 反正官令引喜的 就拦住他 说你那么大的学问 抢为我著书 你一定要为我留下你的 然后他就当时读道德五千言 然后就跑了 不知所踪 不知所踪 是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留下的五千言 我们读上去都是那种格言式的 你可以看到都是格言式的 这个格言式 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 这个里面恐怕不完全是老子一个人的想法 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学者都有研究 所以很多话跟以前的当时的一些一些名文 这样都有对应的地方 我不去做外 其他的这个材料的比对 我只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 你们去看一看 现在老子的二十二章 老子的第二十二章 就是现在八十一章的老子第二十二章 那二十二章里面有一段话 这样 驱则拳 汪则直 挖则盈 闭则心 扫则得 多则祸 那都是三个字 三个字的 就是说驱 委屈求全 驱则拳 汪 汪也是弯 弯那就能直 汪则直 挖则盈 低挖了才能满 闭则心 闭则就 就了以后才能心 扫则得 你少才能得到 多则祸 这段话 这段话是清清楚楚的 你看它下面讲 讲这个是古之所谓 古之所谓 驱则拳云云 这什么意思 这样就是说 古人是讲数而不做 他不在乎这个话的发明权是谁 但是老子在这里非常清楚 他是住民出处的 是古人的话 这不是我的话 这个是他最清楚的内政 就是这个里面 这段话 这样的所谓这种辩证的思想 不是老子自己的 是古之所谓 过去人讲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 集体智慧的结晶 所以因为它首长是指什么 读了很多 读了过去的书 汇聚的一些经验所得到的 那么老子这个书 当然里面体现了这些思想 但是老子的思想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是很难讲的 我们现在一开篇就看到 这个叫什么 道科道非常道 这个实际上也不是最早老子的面貌 我们现在知道 那个老子的面貌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现在叫道德经 那过去实际上应该是 是德道经 因为原来是德经在前 道经在后的 德经在前 道经在后的 你现在出土的文献 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对不对 那个博书里面就是这样的 上德不德在前面 先是上德不德 不是道科道非常道的 是那个的 而且你读那个就是韩非子里面的解老篇 韩非子里面有解老欲老两篇 解老篇里面的排列 那个话也是实际上德在前 道在后的 所以过去的本子可能是德在前 道在后的 那么这个不管了 那我们现在打开的就是道科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一开始这个道是不能讲的 一讲就不是真正的道 或者不是那个恒常的道 你这个怎么办 你怎么讲 其实道是一个非常玄虚的 当然你们可以去看 很多所谓研究哲学的 都有很多的解释 我也不去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最重要的一点 就对后来中国人的思想里面 非常重要 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实际上这个道 如果是这个道是难以把握的 但是有一点对老子来讲 他讲的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那个所谓反者道之洞 就是这个道的呈现 在这个世上的这个呈现 是一个反 这个他讲得非常明确 非常清楚 这个反 这个反是什么 反实际上是 一个是反 就是像反向一种变化 另外一个就是 去了以后就回来了 反到对面 然后反到他的对立面 对立面再要反的话就回来了 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 是这样一个 他认为世间的万物 都是相反的相对的 然后他都会 相反的方向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过去那个成语 就是不合适的 那个所谓南辕北辙 南辕北辙 最后还是可以到南面去的 还是可以往北极走 最后还是可以到南极的 所以他实际上是看到这个 所以这个实际上 所谓的二元对立 的一个 把这个世界看成 二元对立的一个观念 实际上是人类最基本的一些 一些思维模式 一些最基本的思维模式 你看那个 雷威斯特劳斯 他做那个 这个所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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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学的调查的时候 他那个里面就 特别讲到 就是说原始的那些人 他很多人 他都把这个世界 基本都是看成二元的 二元的世界 比如说白天和黑天 白天和黑夜 他看到 看到白和黑 他吃的东西 他是烧过的 他没有烧过的 生食还是熟食 冷还是热 对不对 当然到更抽象的 比如说好还是坏 善还是恶 很多都是二元的 非常之多 所以老子里边就特别讲 现在在经本 我这里讲的老子 都是讲现在的81章的老子 老子里面讲 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行 高下相寝 高下相寝 因身相和 前后相随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相对而言存在的 就是所谓前后上下 长短 难易 有无 这些都是相对的 所以这个世界 基本上都是可以看成 二元对立区分开的 那区分开来之后 它又有相互的转化 这些话可能我们都非常熟悉 老子里面讲 比如说 或兮福之所以 福兮祸之所福 对吧 比如他讲 飘风不中朝 咒雨不中日 就是说你来得很猛的风雨 它不会持续的长久 它都会有一个 骤然来 都会有一个骤然去 都会有一个转移 转移 所以这样一种转化 像对立面的这种转化 或者说用老子的话来讲 就是反者道之动 它这个实际上是不可抗拒的 一种自然的规律 对于人来说 能做的只是依顺他 或者利用他 依顺他利用他 所以老子这个思想 在里面体现了非常的充分 而且这个看法 他认为是贯穿着宇宙和 自然界和人世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有些话讲得非常 他第76章 你们也可以去看 第76章 他里面讲 人之身也柔弱 其死也坚强 万物草木之身也柔翠 其死也枯搞 草木是植物 人是一个动物 这个里面 他一开始都是柔弱的 到死的时候 都是坚强的 都是枯搞的 所以他讲 坚强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 是以兵强则灭 木强则折 或者木强则蛇 坚强处下 柔弱处上 最后 暂居上位的 最后成功的是柔弱的 而不是坚强的 他实际上都是相反 反正他基本上看到这么一个现象 那么对于他来讲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一个形象的比喻 就是这个水 水 其实很多的这个思想家 过去的思想家 他都有一个 我们可以讲是有一个 他的思想有一个 有一个形象的一个 比喻 他最好的其实就是水 所以他里面讲 天下末柔弱于水 而功坚强者末之能胜 这个话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这个水第十川 他最柔弱 但是他最坚强 实际上最后胜利是他 坚强是处下 而柔弱最后会处上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老子特别强调这一点 老子特别强调这一点 特别强调这个柔弱的一方面 当然讲这个柔弱处上 这个坚强处下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知道了 这个叫什么 我读到这个地方 就是想起那个 就是老是要想 这个哈姆雷特的里面那个话 他讲这个就是那里面讲 因为哈姆雷特对他的母亲很有不满 所以他讲柔弱 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所以讲女的是柔弱的 老子一刻 坚强的 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他反过来最后 最后是因为示弱的一方面 反而是强的 对他来讲 示弱的一方面反而强 最后达到的那个结果 最后达到的效果 实际上是强的 强的一方面 强的一方面 那么他看到这个规律 那当然有的时候追下去 就是老子有很多的表述 他是利用这种相反的这个规律来看的 那么这样子来看来这个世界 有的人说这老子到底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畸心 所以老子持弱 他为什么是要持弱 他持弱是就是甘居柔弱吗 其实照他的表述来讲 其实不是 他是说我处于柔弱的地位 我最后能够柔弱圣刚强 我最后能够成功 最后能够居于上位 所以有的就是因此讲 其实老子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来谈论这个事情 像他是有一个畸心 他是可以用到很多这个人世上的 人间的这个这个官司当中去的 这个就不知道了 这个就不知道了 反正这个 但是我想就是说 从正面的来讲 他讲到的这个所谓的热 讲到的这个柔弱 实际上是给那个一种 道家其实是这样 我一直讲 儒家是做这个加法的 儒家是进去的 道家其实是做减法的 他很多地方是让你 不要太冲动 不要一路向前 你要知道那个问题所在 你要约束你自己 某个时候要控制 所以它是一个减速器 可以讲是一个清凉剂 就是基本上是让你 留下这个 留下一定的空间 不要这个过度 这个基本上是 是这样的一种 做减法的一种方式 来来来谈论事件 谈论事情 当然如果像老子这样 你也可以讲 他是清楚的意识到 你也可以讲 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讲他是有畸心 他是清楚的意识到 你要达到那个效果 可能你要站在 这个事情的反面 你要达到坚强 你要居于上位 你不能坚强 你反而要处在 柔弱里面 当然是有这样的 那么这个当然是 政治上的一些运用 那老子里边 这个对于文化上 有很多重要的启示 我们后来看到了 特别是艺术上的启示 就简单的说 我们有 我们过去传统 其实不光是文学 还有包括这个叫什么 就是艺术 这些方面绘画 这些方面都表示 比如说他讲这个二元对地的关系 就是所谓的虚实 最好的文学 其实不能完全是实的 对不对 也不能完全是虚的 要以虚倒实的 所以所有的虚实的关系 这个 扫和有的关系 这个 神和形的关系 等等等等 这种辩证关系 实际上都是可以从老子的这个里边得到启示的 老子的思想里面得到启示的 包括我们讲的所谓的意境这个问题 对不对 意境这个问题也可以知道 意境本身就是虚实 两方面都要兼有的 对不对 都是兼有的 简单提一下那个庄子 简单提一下那个庄子 庄子其实跟老子一样是道家的代表人物 但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 也不是说因为我庄子读得多一点 所以更加喜欢庄子一点 比较起来 如果要拿一个作为这一路的 更加丰富的一个形象 恐怕庄子的形象比老子的形象要更加全面一些 更加丰富一些 为什么呢 老子这个书大家知道 我们是通过这个书去了解这个人的 老子这个书五千年 全是格言式的 所以你读了老子书 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有智慧的人 但你基本上 偶尔可以看到老子的一些感情的流露 但老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读老子这部书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你可以看到他的思想 看到他的智慧 但是庄子这个书不是 庄子这个书历史上曾经 照司马迁的讲话有十余万言 但现在传下来大概七八万字 就是郭项 我们现在看到是郭项的本子 删去一些重复 这些合并了 然后有些可能善意了 反正现在是七八万字 在这七八万字 这个篇幅量变到这变 七八万字跟五千字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庄子这个人 我们所谈论的 所有关于庄子这个人的事情 都是在庄子这部书里有的 全是在庄子这部书里有的 比如说司马迁的史记里面 治庄子的一个故事 很多都是评论 实实在在只有一件事 就是那个楚国的国王 派人来请庄子去做官 庄子在那垂调 不愿意去 那这个事情呢 表述你对了那个以后 你看庄子这个书里面 在庄子的秋水篇和庄子 列宇寇篇里面 都有类似的故事 就有两处类似的故事 所以我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所有的庄子的 我们了解庄子这个人的行为 他的一些 我们所谓讲庄子这个人的生活 他的故事 全是在庄子这部书里的 全是在庄子这部书里 所以因为这个书 有这样的篇幅 涉及到庄子的种种的故事 那我想就是说 就比老子其实呈现出更加 作为这个人就更加的丰富 更加圆满 不仅能看到他的思想 而且轻易看到他的感情 而且看到他的行动 看到他种种的行动 所以这么一个就是说 其实他比他丰富的多 庄子形象比老子要丰富的多 当然我基本上 也不是说庄子书里面记载 所有庄子这些事迹 我都当成实际的事情来看 就比如说庄子 持续楚王的聘请这件事情 那个到底是真的假的 过去就有些怀疑的 比如宋代人就不相信 宋代人特别喜欢怀疑人家 就不相信 说他是个什么人 因为按照记载 他就做过这个叫什么 七元利 七元利是什么东西 七元争论不清楚 有的讲七处园子 有的讲这是个地名 对不对 但从利来讲 就不是一个大官了 就是小官而已 官它不是官 只是个利 就是个七元利 他说这么一个人 怎么凭空就把你请去了 那就到楚国说 愿意境内雷仪 我把我这个国家 再来麻烦你 哪有这样的 这个事情 不可能的 他是夸张 有的人说不是的 举了很多很多例子 说也有从不一开始 一届平民 一下子做倾向的 也有 举这例子 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 特别好争论的 庄子这个时候 基本上我不把它 我绝对看成真实的事情 这事情可能发生 也可能没有发生 那这个事情 我想就是说 都可以讲是庄子的预言 这某种 它都可以是它的预言 这预言这个事情 可能是不真的 或者这个事情 是有差错的 或者说 没有真实发生过 但有一点是真的 是什么 就是庄子讲这个故事的意思 是真的 庄子他不想 进入官场 不想进入这个 红尘之中去围观 他觉得这个红尘当中 会有危险 会丧失掉自己的生命 会扭曲自己的个性 所以他不愿意 进入这个官场 这一点是真的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实际上就是文学 其实看起来 这个就是文学 这就是文学 文学有什么 文学不是讲真实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文学是讲情理当中 他的意愿 就是作者的那个意愿 他的意愿是真实的 我对这个看法 这个是真实的 我们能够知道 就是说这个作者 这个事情可能没有 但他是这样看 他是这样理解这个世界 我们这是可以肯定的 对不对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庄子 这个很多你把它看成预言 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真实不真实 没有太大关系 那么庄子这个书 就是说这个里边很多故事 我想不用多说 它都能体现 这个 就是有一点 我想说的就是 庄子很多的一个方式 一个基本方式 它基本是一个文学的方式 是一个文学家的方式 当然我们可以讲到这个社会了 它基本上是文学家的方式 比如说他很穷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很穷 很穷 比如他去见那个监和侯 监和侯有人讲 就是魏国的国王 国君 他去见那个监和侯 问他借谜 监和侯说 等我采义地收了金子以后 我来对你怎么样 结果后来庄子 然后我借你三百斤 到那时候我借你三百斤 庄子然后一听 当然就变色了 不高兴了 那不高兴 你看他不是破口大骂 没有来骂你 那他马上就跟你讲个故事 说我昨天来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昨天来 在车子里面 看到一条鱼 然后我就跟鱼说话了 然后我说我要救你 我到南方去 西江之水来救你 怎么样 那个鱼说 你还不如到枯鱼之寺来找我 我肯定就死掉了 那他实际上是 他实际上是很不高兴 对不对 他要回应他 那这个回应 他是另外讲个故事 这个方式是什么 这个方式就是一个文学的方式 那基本上都是个文学的方式 而且庄子这边 你可以看他 我用一个大书画 庄子的人很穷 过着日子很苦 或许人家讲 他这个破产的销售工业者 从过去给他借着定性 这不说他 但是庄子的人日子过得很差 但他有一点就是 可以讲什么 讲得不好听 是毛坑的石头又臭又硬 讲得好听就是怎么讲 穷 但是有尊严 他就非常那个 而且他的一点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你给他的压力和他的反应 压力和这个 作用力和反作力是匹配的 你怎么对他怎么恶劣 他也怎么对你 而且甚至比你更厉害 他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那个曹桑那个故事 你就可以看出来 对不对 曹桑他那个从 代表宋王去见楚王 见秦王 秦王回来以后 一开始给他几辆车胜 速胜 一回来秦王赏他一百辆车胜 这个可能都是语言 都不会是真的 秦王当时号称万胜之国 一下子给他 一百辆车胜 百分之一 这个不大可能 对吧 这个 那什么概念 比如中国现在有两百万军队 一个人跑来访问 一高兴 给他 百分之一 给他两万人 让他带回去 这不大 我现在不想 这是真的 真的夸张 那这个人很恶劣 他跑去跟他讲 他这个话 你们想想 他讲得很 很戳户的了 住在你在这个穷街露巷 住在那个地方 面黄之兽 这草鞋为生 这个人很憔悴 这个东西 哎呀 这个真不是我的长处 我的长处 我就是一下子 这个碎洞万圣之军 得车百圣 这个是我的长处 这是很挖苦的话 然后庄子回他 那个话来知道 就是说 给他身上舔一个 叫什么 损失那个庸窗 一个庸窗 就赏一辆车 舔他的这个自床 赏五辆车 你得了一百辆车 你干 你做了什么了 你走吧 你回去吧 那话都很有名 那这个话 你看他就是说 你对他怎么刻薄 他也给你拿 怎么刻薄 所以这种方式都是 就我后来看了庄子 他很多的话 都是真的是 这种文学家的方式 他不是直接来跟你说 用那个话 可以讲是绕路说禅 可以讲个屁语 或者说 比如说他跟那个也是 他让你做选择题 对不对 他那两个楚国的大臣 来见他 他后来跟他讲 他说怎么样 他也给你讲故事 他是一个神规 如何如何 然后就说 你说这两种 他宁愿死了 受到尊重好 还是活着业为于途中好 让他们做选择题 然后那两人说 我想想还是活着 那他说你们走吧 我还是就业为于途中 他不是直接 他很多都是这样的方式 太多了 那你比如说 他这个人 比如说他这个惠子 惠子讲终身的论敌 或者是对方便有 然后是这个 他跟那个惠子 惠子死了 他到墓地去 墓地去去了以后 那个故事也很有名 就运惊成风 那个故事 对不对 回去以后 他就非常感慨 然后就跟他 他一回头 他不是回头跟他跟着的人就讲了吗 讲那个故事 他一讲 也不是说我怎么想惠子 他怎么怎么样 他马上就跟他讲引人 对不对 引人就讲那个故事 引人 两个人 一个木匠 一个什么人 然后鼻上沾了灰 一斧头就灰下去 把这个就去掉了 把这个白饿 那个饿就去掉了 然后后来宋元军 请他们再来表演 他说不行了 那个人已经死了 我们两个人是要 这个要高度信任的 不能那个了 然后最后他讲 夫子之事业 我也就没有谈话的 无语言之语 我没有人可以说话 他先把你 庄子就先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运金成风 那个引人 楚国国度 那个引人 这样一个故事 讲完之后 然后讲实际上 我跟这个惠子 就是这样的关系 这种都是非常典型的 这种文学的表达的方式 文学表达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同的 你如果放到整个 诸子的著作里面去看 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一点 非常不同的 我们现在觉得 这些故事 或者我们都听到过 或者耳术能详 觉得没有什么 但你把它摆在一起看 那非常不一样的 非常非常不一样 你比如说一开始 就是说 我一直说 一部书你打开来 就可以看到 开门见山 就可以看到一个 资本的风貌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庄子是什么东西 庄子一上来 就是天啊海啊 北面有越其面有坑啊 有条鱼 鱼很大 然后变成鸟 鸟很大 一飞到天上 九万里 我们现在觉得没什么 实际上 你如果读了其他的 读他这个东西 很奇怪的 那个孟子一开始 就是说他去见谁了 对不对 去见哪个国王了 孔子一开始 就有孟子远方来了 学而识及之了 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的 所以庄子那个 其实他是非常特别的 非常特别的 非常特别的一个世界 感谢您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